這個視頻是要教大家使用還有換裝玫瑰Rose V2S 的歐環 首先我們先介紹他附的東西 這家玫瑰公司很大方 他送的東西很多 像是這個六角扳手 我先把他全部都拿出來 還有這個 這兩個扳手 然後 備用的陶瓷內藏 還有我們獨家的這個一字螺絲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講怎麼用 然後玫瑰本體 他還送了一個這個底座 這個底座很有趣 對他下面兩個孔 這樣對不對 他是企圖要轉開他 不過其實也沒什麼用 等一下我再教大家怎麼用 然後他還附了一個 這個 壓克力長 好 那 我們現在就來講解 他的細部操作 他比較小 我鏡頭拉近一點 OK 那我們剛拿到霧化器的時候 一樣是把它拆光 首先就是拆到最上面這截 但是大家要小心 因為 雖然我們這個已經是改良了第二代 Vapor Joey 第二代的改良 磨過邊緣的 可是他還是有點力 為什麼呢 因為他實在太薄了 所以你要怎麼去修飾他都很難修飾 連贈品都是很利 所以他磨過還是很利 大家要小心 然後再來是 尤其是拆這三節 油倉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因為他都很薄 所以他會很利 這是 這是物理的關係 並不是說開磨技術的關係 拆到第二節 第三節的時候 就需要動用到工具 你要先把這個氣孔調出來 然後 拿出你的小型 然後準備一個這個 小螺絲插進去就行了 然後你插進去的時候 你有時候沒有對準的話 你看這樣子 你有時候沒有對準 你會插不到底 這樣是沒有用的 你要一直喬 一直喬 喬到一個地方有沒有 他對準 因為 他裡面有一個 一字的一個 一個設計 你如果對準他的話 好 你這樣對準他 然後 在板這裡的時候 他就會有依靠 這一節就 轉得起來了 一定要做這個動作 好 就可以把最下面這節轉下來 再來是 這個煙囪上蓋 玫瑰很奇妙 它的內煙囪上蓋 居然是跟吸嘴一體的 這個設計非常的巧妙 我很欣賞 然後再來是它裡面的這個陶瓷艙 也把它拿出來 然後 再來是拆底座 它的底座拆起來其實很簡單 它有給我們一個 這一根 這一根 這根是要拆底座專用的 但是其實是用不太到 你看像這樣底座以後 你在 逆時針 一拆就拆下來了 然後 然後 這整個底座可以這樣拿下來 再調一下鏡頭 這底座可以這樣整個拿下來 然後 然後 就這樣子把它拆掉 好 那這些 不能煮的東西先放在左邊 可以煮的先放在右邊 然後 再來是這個 這個它除了 剛剛這個底部以外 它這裡還有一個 在裡面的那六角 這時候就要用到它的六角扳手 去把它拆下來 你看 它 它越B進去有沒有 它就鎖住線 它兩邊都是這個原理 所以 為什麼我們要改 我們第二代要改成一字型的 因為它這個六角扳手 用久了以後會滑牙 它會整個 它會整個BugR在裡面就對了 非常不好用 所以你先把這些零件先拆下來 等一下我再告訴大家我們改進了什麼 再來是這個最後面是底座 把它這樣拿起來 OK 然後再 拿下這個 正極螺絲 它其實不用轉它一凸就出去了 OK 那現在全部的零件都拆在這裡 那我們現在開始拆它的 我們開始拆它的歐環 然後歸類一下哪些可以組哪些不可以組 像這兩個塑膠物品就是不能組的 還有這個底部 這底部這個螺絲要先拿起來 上面有一個歐環也要拿起來 因為玫瑰是很精細的東西 所以 我怕這麼小對不到膠 不過大家應該是看得出來我在操作什麼東西 然後這個裡面它有一個六角螺絲 也要拿出來 這個本來是 本來是靠在這個底座上面的這個 因為等一下這個六角螺絲我們就用不到了 我們要用一字螺絲 那你現在這兩個六角螺絲剛剛都拆下來了 這兩個用不到了 可是你要留著備用 因為你以後如果洗一洗不見了 它還是可以用的 這兩個我們先留著備用 OK 然後 這個是不能組的地方 放左邊歐環放下面 這個是要組的地方 這上面有一組 有一個歐環要拿下來 再來是這個底座的 再來是這個 鋼艙的 再來是這個 最下面 最下 最下部底座的 這個沒歸小歸小 可是它的歐環居然 快要跟K放一樣多了 所以很誇張 表示它是一個很精細的東西 越精細歐環越多 然後這個底部正極螺絲的這一片 上面這個塑膠也可以拿起來 你一定要把它拿起來 好 現在全部歐環已經拿起來了 分三個東西 歐環跟不能組的東西 跟可以組的東西 OK 那不能組的先放著 這個備用歐環 全部拿起來存著 以備不時之需 你改天拿先洗一洗掉了 可以拿來備用 然後呢 這裡 可以組的東西全部拿去煮 呃 放在 煮飯的煮米鍋裡面 然後水大概 放它 放它超過它一點點就好了 超過它最高的地方 這個煙沖一點點 然後再灑上一些小蘇打粉 煮它個十分鐘 煮了以後呢 再去沖熱水 把水倒掉 然後再沖熱水 用刷子每個刷乾淨 刷乾淨了以後呢 再用布擦乾淨 擦乾淨了以後呢 再用吹風機擺著吹 OK 三分鐘熱風 一分鐘冷風 這樣就好了 那 假如說我們這套東西 已經全部洗好了 現在開始 改裝 我們的高幅歐環 那 這歐環我已經改過了 我把這個說明書 給 直接用在這個袋子上面 這樣你們可以 看得一清二楚 1就是最大尺寸的 7就是最小尺寸的 那當你拿到這些歐環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分它的大小 那我們現在先把它 我先移動一下位子 我們現在先把它 浸泡在甘油裡面 我現在已經有一個這個 浸泡歐環罐 它就是專門浸泡歐環 裡面都是甘油 OK 然後我們把 這個 高幅歐環 全部倒進去 小心它有一個很小的尺寸 不要遺漏 OK 倒進去了以後呢 我們要確認它每一個歐環都 浸在甘油裡面 這樣它才會達到潤滑的效果 不要像我這樣整群 黏著 你要一條一條分開 確定它有吸收到甘油才可以 OK 這樣就差不多了 然後 按照慣例 取出衛生紙 然後按照歐環的大小 一條一條拿出來 擺在衛生紙上 你取出來的時候就可以大略分一下它的大小 不一定要太精準 大略分一下 然後按照大小排列 按照大小排列 OK 拿完了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說明書擺在這邊 等一下等著照看 等著照它的尺寸這樣裝上去 OK 然後這個歐環全部取出來了以後 我們先把它的衛生紙 反過來 沾乾它的上部 OK 這樣就不會太濕了 OK 現在我們已經 以歐環的大小擺放位置 首先是一號 一號有三條 就是這三條 然後二號有一條 就是這一條 然後三號有一條 就是這一條 然後四號有一條 就是這一條 五號 在這裡 六號 在這裡 七號 在這裡 數字越大 號數就越小 那我們先開始裝最大的三條 我現在要使用鋼顆粒長 我不使用 我現在要使用鋼顆粒長 不使用鋼顆粒長 不使用鋼顆粒長 那我們先裝這個最大的三條 它這個 它這個一號 這個位置要仔細看 這個一號 它是在這裡 在這裡 在這個內部 燃燒式主體的 燃燒式主體的 這條線上面 因為它的大小是 跟這個一樣大的 所以它們全部都是 一號位置的歐環 那你裝好以後 一樣要把它逼實 逼緊 就像這樣子 OK 一號裝好了 再來是裝二號 二號在底盤這裡 第二大的歐環 裝好以後 一樣把它往下壓一圈 OK 再來是裝三號 三號是在這裡 這一圓的下圓 就是這一條 接下來要裝四號 接下來要裝四號 在這裡 這條是我家裝的 它在上一代 並沒有這條歐環 可是我發現這個位置很重要 因為它關係著 會不會漏油 我在用上一代的時候 很容易漏油 等一下 裝油的時候 我在跟大家說為什麼 OK 四號裝好了 再來是五號 五號這個比較難裝 它完全是 一個蜂油的位置 等一下 用比較小的夾子 我最近去美妝店 買了一個這種 小型的夾子 這個夾子 對付小東西很好用 推薦給大家 先塞進一角 這個有點難裝齁 大家有點耐心 OK 這個裝好以後要特別注意 四周要這樣 把它壓緊 因為 這顆歐環 這個高普歐環 一開始非常非常硬 所以 它在這樣子 來回的時候 其實阻力很大 不過你不用怕 因為它下面是 牙咬住的 所以它不會被整個帶出來 但是 高普歐環 它 如果你有用KF4的經驗 你就知道 它需要用久了才會貼合 尤其在這種 常常作動的地方 這一顆 這一顆就是 玫瑰的關鍵歐環 所以它很重要 可是關鍵歐環這東西 就會有缺點 就是一開始會很硬 有沒有 這個大家可能要習慣一下 如果你不習慣 你可以換回原本它付的 可是你習慣以後 你就知道它的好 因為 它太重要了 它要 它要整個封住油啊 這樣油不會跑出來這樣 OK 5號裝好 再來是6號 6號就是螺絲上面的 螺絲上面的 的歐環 正極螺絲啊 這個很小 可能對不到膠 OK 那雖然它很小 但是四周還是要把它壓緊 OK 再來是7號 欸7號這顆 歐環剛剛沒有拆 現在把它拆起來 OK 裝好以後把它壓緊 OK 裝好以後把它壓緊 那現在全部歐環都裝好了 我們開始把它組裝回去 然後準備 準備裝濕 準備繞棉 準備繞絲 裝棉 講錯了 OK 那首先 裝它的底座 底座就是這個 這兩個 這兩個先把它結合起來 然後 鎖上這個 正極螺絲 它還不錯喔 用黃銅的 激發速度很快 來 基本上有了我們的一字 有了我們的一字螺絲以後 它用到 它給的工序都不用用 你只要準備一根這個就好了 這時候就要拿出 它小包的 這個 這裡面有我們獨家提供的改裝品 光為了這個螺絲 他們就找了一個月 就是我們一直提出要求的 一字螺絲 這個才不會 才不會 導致VUGA的情況 OK 這兩個一字螺絲 先等一下 先放著 OK 接下來把它裝上底座 很簡單就這樣放進去就可以了 喔對不起 我次序整個顛倒了 把它這樣放進去 然後再鎖上去 因為每次 每次我這樣鎖進去的時候 我一反推它就飛出去 所以我老是以為可以這樣再裝進來 可是剛剛覺得是裝過進來 可能這套歐環是新的啦 所以它比較硬 你看 它通過這裡的時候是有困難的 要用鎖的 這樣反而好 好 OK 然後鎖的時候要 保持一點它凸出來的地方 不可以整個吃進去 這樣就通不了電 OK 那底座 底座 再加上這個環 然後 你看裝的時候 你不是這樣裝進去就好了 你要這樣 壓到底 讓它這裡的細縫 這裡的細縫完全沒有 然後你要露出這個洞 接下來是裝這個底部 這個底部要注意 它這個有突出來一塊對不對 我先對一下膠 它突出來這一塊要朝下 要朝下 然後 這根螺絲 就是這樣子 跟這個突出來的這一塊 在同一面就對了 這樣就沒錯了 OK 然後 然後 這兩個東西再把它組合 然後這樣子 先粗略的鎖上去 出濾的就可以了 那你鎖上去的時候要記住 這樣子對不對 你這個洞要朝外 比如說這樣子 橫著看好了 這個洞要朝外 這樣等一下才會好施力 然後出濾的大概鎖上去 有點緊就可以了 這樣就完成了 那現在跟大家講解一下 它裡面的構造的問題 這個東西是 這個東西是 它以後會直接這樣子 因為它這裡有這個 有這個半月型的這個 設計 它為什麼要這樣設計呢 因為它讓你抵住 你看 它以後會在底下對不對 那 不管它基於哪一邊 你以後要轉開它的時候 這根插銷一定要進去 你上面的地方才轉得開 那你看 你這樣進去以後對不對 它 它要剛好 這樣放在半月型這裡 有沒有 它這樣才能 整個轉動它的底座 這就是為什麼它要做這個半月型的原因 OK 這是原理 然後我們現在把它放上 我們現在把它裝上去 我們現在把它裝上去 然後 這裡 剛剛說 這裡一定要朝外的 有沒有 就是因為它要對這個洞 然後現在開始 要裝一個 一字螺絲 裝一字螺絲的時候 它有一頭是一字對不對 有一頭是抵住的對不對 抵住的這個要朝內 一字要朝外 這樣放進去 然後先不用鎖緊 大概鎖 鎖上去就可以了 可是你要 你要擺正 要不然鎖不進去 OK 它這個做得很一拜很一拜 這個螺絲找很久了 然後你可以仔細看 我先對一下膠 然後 你可以仔細看 它越鎖進去 它就越進去 它就會 它就會把這個 撕給 逼緊 就對了 好 你先大概鎖 鎖進去就好了 因為等一下我們還要 還要用撕 好 接下來 它的正對面還有一個 那在 沒有一字的朝內 把它放進去 然後鎖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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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如果放歪了就完全鎖不進去 要放得很正就對了 它裡面要留空間 先不要把它鎖到死 這樣子 OK 然後 然後 在 矯正之前 有個動作很重要 一定要做 這個底部 有一字 跟這個地方 對不對 它要對應 一定要鎖得非常緊 不然就跳電阻 外加肉油 外加肉油 非常非常 非常的嚴重 所以 等一下 對 所以 這兩個地方要同時固定 才能鎖緊 就是一字把它吃住 好 然後下面的一字 鑽緊 緊到你 不能再緊就對了 不用怕 因為我底部有高佛歐環 絕對不會讓你打開 然後 你轉緊了以後呢 要再把這個一字調回來 調到 在這個圓圈圈的正中間 這兩個動作一定要是同步的 就是 右轉緊 它又在正中間 這樣才行 它只要偏一點點就 跳電阻 這一定要緊到不行就對了 好 那它現在緊 不過它又歪了 你看 就是要這樣 反覆的喬 不過 更快的就是你直接把它 你直接把這個一字拿下來 好 然後你先 很乾脆的這樣插進去 然後 再鎖底部 這可能要 可能要換個尺寸才行 因為這個動作非常重要 你看 我直接找一個跟它一樣粗的有沒有 把它歸到正中間 它一定要在正中間喔 然後一定要鎖緊 不然真的會跳電阻 然後 把它鎖到最緊為止 鎖到最緊的時候 你再這樣拉到中間來一點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有阻力 這樣表示它已經緊了 好 這位置要 反覆確定 確定好以後 再鎖緊一次 對 玫瑰就是這麼搞剛啦 然後 這時候再 一字進去 OK 暫時這裡 核心底座已經完成了 你再確定它 這裡完全 密合 你看它 它是會掉下來的喔 你不要讓它掉下來 確定它的位置是對的 然後這裡是正中間了 以後呢 就 倒過來 然後 把蓋子鎖上去 稍微咬一下牙 這個有點難對 要稍微咬一下牙 然後 順時針 鎖 對不對 這樣還沒有緊喔 這樣還沒有緊 這時候你要先找出 這個洞 你要先把這裡 這個洞給找出來 你要先鎖到一個夾緊的狀態 假裝很緊的 其實沒有緊的狀態 然後把這個洞找出來 找出來以後呢 插銷插進去 找到我剛剛說的那個直線 一定要找到那個直線 插到底以後 你就可以鎖 這一定要鎖緊 不然一樣跳電阻 上下 插銷插進去 上面轉緊 確定緊了以後 它就是緊了 OK 它的底座就完成了 然後你再把這個 往下拉 露出洞 好 這樣底座就完成了 接下來裝上這個 陶瓷燃燒式 OK 它本來下面這兩個點 讓它對上去 是為了要轉開 但是其實沒有意義啊 我根本就用不到這個 我手一轉它就下來 OK 那還是裝一下好不好 故意這樣插進去 好像很穩這樣 我們現在開始裝它的絲 那 玫瑰的絲齁 玫瑰的絲我個人建議 一定要用28號 我之前 很貪圖它的香味的時候 用的是30號的絲 結果 焦得一塌糊塗 抽沒幾口就焦了 沒錯是很香啦 可是很焦 所以 我後來就發現 玫瑰一定要用28號的絲 甚至用26號更好 只是 我有時候發現 用太粗的絲齁 那個味道會很濃 可是 對啦 是 是把煙油的味道炸得很乾脆 可是 可是有點太濃的感覺 我個人覺得 要先把線給燒紅了 可是越粗的絲嘛 煙就越大 它就越耗電 所以就 好 現在絲燒好了 那這個 這個 這個玫瑰 我個人建議不要用3.0的 一定要用2.4的全鏡 因為它是 它是很小口 超口感的 你用3.0的真的 它 它的這個 棉花擺放量很小很小 它吃不了那麼 3.0的棉花也 也 不夠放 你懂嗎 它完全是 2.4全鏡 在設計的東西 這樣 然後 所以我建議2.4全鏡 然後28號是 這樣是最好的配置 然後它的捲線 的方法 跟KF4 是一樣的 它要兩個觸角跑出來 就對了 然後我現在研究出 最好的 捲線 數值是4圈鬆繞 這樣會得出1.0或0.8歐姆 這個味道會比較 然後 煙會比較大 然後味道會比較乾脆 可能沒那麼香啦 可是 煙油的氣會更重 4圈鬆繞 然後 拉鬆 再壓緊 拉鬆 拉鬆 這樣差不多 然後呢 你一定要做一個動作 這個玫瑰 它下面兩個線 一定要 直直直就對了 滴滴滴滴 它 它一點彎也不能有 為什麼呢 因為它需要做一個有經驗的東西 你看它插進去 所以 我先 這裡齁 這個陶瓷艙先把它歸位 有沒有 這是它擺放棉花的位置 然後我們先把這個椅子給退出來 讓它 擺線的地方 跑出來 OK 你可以發現它有個深度要插進去 可是你要是沒抓好的話 那 那就叫掉 不然又跳電阻 所以 這個玫瑰非常的龜毛到有個極致 那 你要怎麼抓這個高度呢 我個人建議可以用一個跟它一樣龜毛的方式 就是要跟它一樣龜毛 你可以拿一段線 粗一點的沒關係 然後你來測試它的底部高度 因為它必須到達 它那個線圈剪好以後 一定要低於這個平面 而且最好在某個位置 很龜毛就對了 你可以測一下它的深度 因為我已經用這個玫瑰一陣子 所以我大概知道要抓多長 你可以慢慢測 大概是這樣子吧 大概這麼深 然後你的線呢 就大概先 扣掉這個繞的圈徑喔 大概先剪這樣 這麼長 OK 那我現在就抓到一個大概的值 大概就是這麼長 然後呢 龜毛的來囉 兩個都要這麼長 千萬不能有 不一樣長的地方 因為它 它底部是平的 所以兩個都要一樣長 然後你試著 你先剪個大概的長度 這兩根最好都是垂直的 然後試著把它插進 那兩個洞裡面看看 看它的高度如何 有時候 有時候 你會插一個插進去 第二個插不進去 第二個為什麼插不進去呢 因為 因為 你這個一字 打得不夠開 好 夠開的話 就插得進去 好 然後你看 欸 我這個線抓太高了 抓這麼高 好 那再剪 一樣啦 兩根必須同長 不要一次剪太多 剪太多太短就悲劇了 然後 再 再 再對好 再插進去 你看 它又來龜毛 這個插得進去 另外一個插不進去 那就 再用鬆一點 OK 這次比較短 可是 高於平面的 又不行了 好 再拿出來 再 兩個 一樣的高度 再 低一點點 OK 然後 再放進去 你左右對好以後放進去就會很好放 你 你 你這兩個腳 一定要 確定它 它底到底部 你不能有一個空下來的 有一個這樣空下來的 就是跳電阻 然後就是立刻焦 它非常非常龜毛 而且它 它不講任何道理 你一定要照足它的規矩 比 比KF4還要好笑 你要照足它的規矩到幾點 才會出來它應該有的味道 所以你必須確認這兩根線 是都有底到底的 歸 歸咎原因就是因為它 它做得太小了 它其實可以整體再放大 它做得太小了 所以這些設定很困難 可是也是因為它做得這麼小 所以它的味道是很特別的 OK 現在這高度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好像還是有點高 再解一次 這個真的要慢慢抓 我 我在手也沒有辦法一次抓到它的高度 只能大概 因為 因為 它這麼仔細的東西 你一定要照足它的規矩 你一定要很有耐心才能玩這顆烏花器 你看它這麼簡單 我居然要拍這麼久的視頻 你就知道它有多龜毛 好 OK 這高度就差不多了 你看 這樣稍微有點陷進去這樣有沒有 對 好 然後你抓好這樣了對不對 OK 它很奇怪喔 它不知道為什麼 它一定要做這樣 有彎度 它不能這樣直直的 它這個繞完以後應該 要整個是直的 這樣我們線才會好放 可是它就故意要你這樣彎 不知道是不是設計錯誤 還是沒有想到 還是 它居然發現這樣味道比較好 這就是英國人 很奇怪的地方 英國人他們的車子啊 什麼東西 一向都是這樣子 所以 呃 就就就就 就順從他們 OK 那你抓的長度 只要稍微 長於這裡就可以 OK 然後 那有點多了 OK 強烈建議土著棉 或者是VCC 因為 這個 這個烏花器啊 它棉花用了不好的棉花 很難擺 它很要求棉花的擺放樣子 它什麼地方都很要求啦 絲又要求棉花又要求這樣 實在是 然後 你看喔 這個 這個間鋸齁 你 你一開始就要抓好 你沒有辦法擺好 擺進去以後再抓 不行 因為擺進去棉花就跟著進去 已經沒有辦法調間鋸了 所以間鋸一開始就要 固定好了 OK 然後 棉花要先進去喔 我第一次看到這種設置 這是我的擺法啦 我不知道別人的擺法 會不會比較好用 你要先塗手 把棉花給串過去 你要先塗手把棉花給串過去 串的時候要拉住最後一條鐵絲 這樣才不會改變了 因為拉力而改變了這個線距 我們家的狗在打呼 不好意思 OK 穿過去了以後呢 這樣子 兩面把它弄成平的 把它稍微壓扁一點 然後兩面用成平的 然後 重點來了 先 先去頭去尾 頭尾先把它給剪 剪得整齊 這個動作一定要有 然後呢 重點來了 第一次看到這樣設置 先把棉花一分為二 然後分的時候要分到底喔 不是大概分而已 要這樣要這樣 這樣中分一樣把它分到底這樣 然後兩撮拿好 然後另外一邊也是 一分為二 然後你又要很龜毛了啦 你你你你你 你不龜毛等一下 煙油揮發又不平均了 所以你又要很龜毛的 把它龜邊 不過我聽說有人故意一大一小的 我是 我是喜歡把它兩個弄得一樣大 你看 VCC就很好整理 就這樣 好 大功告成 終於可以放進去了 接下來就這樣拿著 很小心的 對的準準的 然後 這時候有關鍵動作 用手壓進去 感覺一下 它是不是兩個腳 平平的抵住底部 試的話 那恭喜你就成功了 這時候先不要動 一隻手抵住 抵住它 不要往下壓 不要壓到那個 那個線彎掉了 然後另外一隻手 你感覺它兩邊都抵住就好 另外一隻手鎖住這個一邊的螺絲 鎖緊 邊鎖你會發現那個線邊往下沉 不過不要管它 然後 可是你壓的時候真的不能往 不能往下壓太多 不能讓它 因為這顆玫瑰很容易跳電阻 跳電阻的原因很大 就是因為我剛剛講的一些細節 還有你這個壓的動作 這壓的動作是關鍵 等一下再鎖 好 等一下喔 你壓的時候有沒有 你看這是濕嘛 你壓的時候要是太 太用力的話 它下面會被你壓成這樣 那 一根有彎 一根沒彎 就跳電阻 它這兩根一定要一模一樣的狀態 你懂嗎 好 然後你鎖好這個對不對 龜毛的又來了 鎖好以後 兩邊都要鎖到最緊 最緊最緊 吃到底就對了 然後 欸 開始調效了 你看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它這個圈不夠中間 你居然要把它 調到中間一點 整個圈中之圈圓中之圓 這樣子 才不會跳電阻 好 然後 接下來是這個 裡面這個 裡面這個齁 把它置中一點 稍微 再調一下它的絲 好了 那我們剛剛是不是分兩邊 對不對 分兩邊 其中一邊 其中一邊就把它 拉過來 然後你注意這個絲 這個絲 這個絲不要在裡面轉來轉去 它會導遊不順 你要讓它直直的 直直的 這個 掉進這溝裡 這個也是一樣 直直的 然後 你導遊要順對不對 這個中分一定要確定 絕對不能一戳這樣整個放進去 這樣子 這效果會很差 要這樣直直的 放進去 然後這個也是一樣 照剛剛的分邊 直直的放進去 剛剛這邊分的有點少 再分一點點過來 然後這裡不能這樣 不能這樣 亂七八糟不行 一定要很 分得很清楚 這樣子 你看啊 它裝好居然這個 這個萬字型 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 我們研究一下它的結構 它煙囪是這樣進來的 所以呢 這時候就只能用一種東西來咬它 就是指甲刀 就是指甲刀 你棉花 棉花尾巴要 要收得好 最好的東西就是指甲刀 可是你要 抓清楚它的長度就對了 像這樣子 露出一點點就可以了 你不能完全不露出來 完全不露出來 它會往內縮啊 往內縮發生什麼事情 就很不一定 就像GT2 或者是颶風那樣子 有一點 有一點痛出來這樣 可是又不能太痛 欸 就很龜毛 這樣子 線要清楚 絲要清楚 我 在要拍這支片之前 我就知道玫瑰要拍很久 因為 它實在太精細了 這樣剪完以後對不對 這支下還有一些毛絮 這些毛絮是不容許存在的 所以麻煩把它剪乾淨 這個真的不能太短喔 這太短真的會露油 它會收進去啊 OK 像這樣子好了以後呢 恭喜你可以 嘗試一下 初步的成就感 這 這裡怎麼又變長了 這裡怎麼又變長了 OK 就抖 鹽油來了 我們奮鬥了那麼久 終於看到鹽油了 OK 然後 滴上一點鹽油 這個玫瑰 它是跟英國人一樣很龜毛的 所以 拜託 任何一個細節都要照著做 不然真的沒有辦法 體會它的好 你會每一口都焦 每一口都跳電阻 然後你就氣死 因為它真的很龜毛 它比KF4還要龜毛 這個油要滴 滴夠一點 然後 滴完以後呢 我們先上桿子 試燒一下 OK 效果相當的好 接下來呢 氣孔歸位 恩 等一下 OK 氣孔歸位 現在加好油以後 那 最後的最後 就可以開始 講解這個 玫瑰的核心部分 就是它要怎麼加油 我看過外國人 它有一種加油方式 是比較不保險的 就是 它很率性的齁 就是 先把這三個部件結合 然後 這樣子 然後它就先把這個擺在一邊 然後就往裡面滴油 往裡面滴油以後 它這樣套上去 它先這樣吧 然後 套上去以後呢 它會先鎖住裡面的 眼充 鎖住以後呢 它再把它蓋上去 再鎖上去 這樣子 它這樣抽 可是問題是 這樣抽會有風險 第一個是 你看你裝上去的時候 你看你裝上去的時候 你裝上去的時候 你裝上去的時候 跟鎖進去的時候 內部的空間是不一樣的 因為你看它有一個 你裝上去以後它 你把這個推到底對不對 你把這個推到底以後 它會吃到裡面的空間 所以你的空間會 它油會 如果你油加的很滿的話 它油會被逼著往裡面跑 所以你這樣裝進去的時候 又逼著往裡面跑 它就會漏油 這就是玫瑰為什麼很容易漏油的原因 那你要不漏油的話 只有一個加油的方法 可是它可以加的油很少 那因為這顆玫瑰我很少帶出門 我都是在家裡用的 因為它是香氣型的嘛 所以 我只會用一種加油的方法 推薦給大家 就是 你先 蓋上這個煙囪 轉到緊繃緊 緊繃到那種 你已經 不太可能轉開的那種狀況 緊繃緊 然後 一個一個的裝 這個裝的時候要小心非常鋒利 就算我們第二代的也是很鋒利 因為它很薄 它很薄 你再怎麼磨都沒有用 OK 只能稍微不那麼鋒利而已 來 裝第一個 裝第一個時候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 插銷插入 而且是插到底那種 不是這樣插半套的 一定要插整套 你可能要先把它弄鬆之類的 你要不要先把它弄鬆 然後找到 找到可以插整套 插進去的地方 OK 這樣你才能確認 好 這個可以鋒到底 那 先跳過 先比如說我們現在已經裝好了對不對 好 你以後要拆油艙的時候 你 你就是這樣拆起來而已 你拆到這裡加油就可以了 等一下我再說 你比如說你現在裡面都沒有了 你要清理 你要換裡面的棉花好了 第一個是你是要插 你要插銷 要插到這個 完全垂直 好 你才有辦法 然後你把它倒過來 你才有辦法去把這個卸下來 如果你沒有插插銷 你直接這樣拔的話 基本上你不太可能 你會變這樣子 好 一定會發生這個狀況 所以 如果要避免這個狀況的話 一定要插插銷 然後 插到一字為止 插到這個 它跟裡面可以保持 它通過那個椅子 這樣轉 這個才能下來 OK 那這個動作最容易 割傷手要注意 那現在 開始講回加油 最正宗的加油法就是這樣子 完全不會漏油的加油法 第一個就是把這個 轉到緊繃頸 緊繃的 這裡完全不能有縫就對了 然後是鎖上這個 第一個 第二個 接下來就可以加油 很遺憾啊 這個最保險的 最保險的加法是 很容易配 裝很少油的 當然裝的油不多啦 涼末吧 可是反正這個玫瑰也不是很好油 所以沒關係 它是用來慢慢品嘗味道 它是用來慢慢品嘗味道 不要再裝了 然後呢 蓋上這個 最後的 蓋子 就完成了 百分之一百不會漏油的 玫瑰加油方法 然後 你玫瑰要怎麼控制它的煙量大小呢 怎麼控制燃燒多少煙油呢 從這裡調 它通常滑滑的啦 所以 你要出動酒精去轉一下它的頭 OK 我們剛剛那個 煙囪不是鎖住底部嗎 它鎖住的時候有沒有 它旋轉越多出來 棉花會露越多出來嘛 所以就是說我們現在 稍微把它轉開一點 欸 有沒有 它轉開了 表示它吃到那個油了 那你轉越開 它吃的有越多 就味道就越濃 這樣子 你現在這樣 因為我們剛剛鎖到底了嘛 你稍微把它轉開 OK 這樣就可以抽了 我們試試看 非常的棒 配上這個機械感 長相又搭 味道又棒 重點是 重點是要用28號的鎖 OK 玫瑰介紹到這裡 再一次 即使你 完全沒有 講足 過問 過 過 感谢观看